Hello大家好 我是老刘 2020年的12月17号晚上 中国太极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 我相信呢 经过这件事情啊 不光是我 全世界所有练习太极拳的朋友们 应该都会为此感到高兴和喜悦吧 我知道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在16号的下午 我师傅在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 然后当时不是还没有确定吗 对不对 就没有宣传 所以说我如果早一天或者两天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我可能也会去陈牙沟观赏一下这么盛大的一个活动了 不过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没法再去了 感觉上还是挺可惜的吧 不过也没事 没事 高兴就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是胎拳里面的大圈 小圈和无圈 对 以大圈收至小圈 小圈收至无圈的登峰造极的这个境界吧 大家应该听说过这句话 对不对 那究竟什么是大圈小圈和无圈呢 其实这个概念呢 就现在来说 也有很多人把它们分为是大圈中圈和小圈再到无圈 其实不管怎么分啊 不管是你分刚刚那么说的也好 还是你分大圈 中圈 中小圈 小圈 无圈都好 这个都无所谓哈 今天我们只聊大圈小圈和无圈 好 那首先先来聊一下这个大圈 其实我感觉这个概念在所有练习胎拳朋友们的脑海里面 应该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就是说胎拳里面的大圈指的是什么 其实说白了就是指我们外形的智力动作 我们一开始学拳的时候就是要让外形走开 把这个圆圈画圆它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打这个触手这个劲 一开始要松下来调重心 然后用你的手去画这个圆圈 把这个圆圈画圆对不对 从头到脚让你的身体协调统一起来 为这一个劲而服务 这个就是大圈外形的智体动作 有句话叫做练太极拳 一开始一定要让你的外在去带动你的内在对不对 然后再用你的内在去催你的外形 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对不对 书本上应该写的比我详细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大家看一下说到外形跟内在 这个内在到底是什么 其实内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小圈 其实小圈这个概念呢 我感觉就目前太极拳界的这个状况来说好很多了 一开始有很多人认为是把外形的智体动作圈画小一点 这个就是小圈的 大家想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需要学对不对 一看就会 每个人都会的东西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把这个外形动作大圈变小圈的这个概念抽离出来了 已经转移到了我们的体内 就是说 现在已经很多人去要求小圈是什么 小圈就是你的腰 垮呀 丹田啊 这些动作的配合 其实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好现象 在小圈上来说 说白了其实小圈就指我们的身法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只知道小圈就是指身法 这一个笼统的大概念的话 其实还是不行的 功夫还是上不了身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练身法的这个前提就是你要首先有练法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有一套练习身法的一个练功方法 这个样子你身法才可以练得出来 身法是什么 身法其实并不是说你只是知道了什么 腰啊 当啊 丹田啊 或者说是垮呀 这个笼统的大概念 要动 这个样子你就有身法了 你去练去吧 你没有练上身 那就是你下了功夫不对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一定要有一套具体的操作方法之后 你去下功夫 那个样子才会出功夫 小小圈其实从画大圈的这一步开始 就已经在练身法了 只不过当时是让你先守住身法 不让你乱动 不让你打发劲 你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在运动过程中 守住你的身法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在你运动过程中 守住身法之后 你再想着去发劲呀 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 再加东西 往里面加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一说这个身法 就是说腰胯丹田 对不对 你怎么样去练呢 其实他们有很多人也是说不明白的 腰怎么样去练 不知道 胯怎么样去练 要这个样子做下去 又怎么样 守住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们根本就说不清楚 大家想这个东西可能练上身 就是说身法有吗 有身法吗 在小家拳里面 练身法这一步 其实会牵扯到很多很多东西 对不对 我上一条视频也说过 就是练太极拳有五层功夫 那五层功夫具体要是怎么分的 它的一个步骤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说那个就是练身法 就是我们拳里面的一些规矩 对 你只有把那些东西柔和到一起 让它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之后这样子才算是你从外形的这个大圈 收到了你身法上的这个小圈 这个样子就会让别人在外形上很难看出来 你是续近也好 发近也好 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是不是在画这个圈 但是大家想 你就算是把圈收到自己体内了 别人很难看得出来 但是你自己自身是知道的 你是在续近或者是在发近 对不对 不管是你再快 它还是要有身体这个圈的 那么接下来你怎么样再去提高呢 提高到一定什么程度呢 就是接下来的那个五圈了 什么是五圈啊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跟大家解释清楚 就是把大圈和小圈全部都不要了 那个不就是五圈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练这个圈呢 就是说你如果说一开始你刚学圈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学大圈吗 对不对 在学大圈之前你什么都不会 对不对 那个就是你五圈状态 但是大家想 你那个时候的一个五圈状态 跟你经过了大圈小圈之后的一个五圈状态 那是一回事吗 在这给大家看两个我打发近的视频 大家应该都能一目了然啊 这个是我一开始五圈的一个状态 啥都没有啥都不懂 经过训练之后 有了大圈和小圈之后的一个五圈状态 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清晰一点啊 我不是说我功夫已经到达了五圈 或者是怎么怎么一个高净一样 其实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我没有那么好的功夫啊 我也只是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说明白吧 算是 就是说在你小圈的这个基础上 让你身体里面的那股劲更加通透 更加的顺畅 发劲只在呼吸间 对 为什么抬起拳要练气 嗯 气是什么东西 嗯我想着下一期视频想着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啊 就是再深入的聊一下这个气的问题 好吧 就是说在你小圈的技术上不断的加深 不断的熟悉 对这个拳在你身体内 已经形成了一个发近的 那一个非常非常顺畅的一个通道 畅通无阻啊 这个是要经过大量的去训练的 让你的身体才会有这一种调节反射的状态 你说这个无圈状态它完全没有动作吗 肯定也不是的 过程就是说 你当天一沉脚油用力 当一开一盒 这个腰一零 他一下子就出去了 打你指的呼吸间 嗯 就这么回事 无圈状态就这么回事 你只有到了这一步才算是你在练太极拳 太极是什么东西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阴阳矛盾的一个结合体 对不对 它是太极 你如果说老是只知道一序一发 这个是一阴一阳 这个是两一 对不对 不是太极 太极是你在瞬间完成你的一序一发 阴阳矛盾的统一结合体 这个是太极 但是我说到这 大家可能会说 哎 老刘你说的这些东西好像很难练啊 嗯 最主要的一点还是方法 如果大家有了练身法的方法 坚持训练 守住圈里面的规矩 我感觉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到达这个 这个境界的吧 这个高度 没有什么境界可言 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东西 对 都是在调配你自身能量的一个东西 但是大家也不要感觉 达到了无穿这个境界好像很高啊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玄乎啊 就是从我自身练圈来说 我感觉这个东西 好好花上几年时间 认真一天拿出来几个小时 拼命去练的话很快 你到了这个境界之后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结束的一个时候 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状态 完了之后 它也只是一个节点的结束 它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什么是登峰造极啊 你想要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肯定是要坚持不断的在无穿的基础上去训练 训练训练训练 打发镜打发镜就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不对 坚持熟能生巧 其实就是这么点东西 太极拳没有那么复杂 好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行吧 那这期视频就先啰嗦到这吧 我也不知道今天说的东西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如果说大家对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 有什么意义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今天这个样子 下期见 谢谢大家